不同明星遇到刘亦菲的态度差距有多大 和陈晓走红台 出场陈晓就像是小跟班一样跟在号码 合照时刘亦菲在热情打招 陈晓却在神游 全程不给刘亦菲一对眼神 和古天乐同台接受采访 当刘亦菲讲话时 古天乐就直勾勾地盯着刘亦菲 出于礼貌会偶尔给主持人一个眼神 就继续盯着刘亦菲 这是被神仙姐姐给迷住了 当杨阳和刘亦菲同仿 俊南亮云毁是杨云 杨阳看向刘亦菲眼中满是处 两人互动亲切又自然 这两人真的比小青云不远 和宋承线一起出戏活动 两人手软爽甜蜜亮相 红台合影两人亲力互报 狼才女帽的一路 可惜了 和黄晓鸣出戏活动 两人都是黑色礼服气场师子 采访时眼神互动平凡 却又带着些舒服 和欧帝同化 面对欧帝的深情表白 刘亦菲这控制不住的效应 这两人真的是毫无CP 和邓超同框就是欢喜冤家 采访时邓超两句话 就能把刘亦菲逗得哈哈大笑 而当胡哥和刘亦菲同台领奖 在胡哥感谢刘亦菲的时候 神仙姐姐不好意思地害羞党里 好像瞬间就回到了仙剑时期 而当刘亦菲和领线同框 两人在片场轻轻抱抱简直填满 比线看向刘亦菲的眼中 也总是带着笑 两人在片场简直不要太欢乐 直接靠在两位身上 当中处 没有分心的情绪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星咖位越大真的越低点 你看王楚然在片场拍戏 只是因为工作人员拿包漫 他就鼻孔朝天附赠一个大大的白眼 非常不爽的样子 吴京在海边玩摩托艇 结果海浪打来 工作人员没能及时抓住撞翻吴京 但吴京起身后也只是笑了笑 看起来脾气很好啊 再看看天王级别的刘德华 拍戏结束工作人员接过他手中的东西 刘德华立刻双手合十礼貌感谢 而从选秀节目出道的西林奈依高 出席活动却是请几十名保安 理三层外三层的将自己围在中间 这要不是上网查查还真不知道这是谁 马天宇也是 出席活动保安围成一个圈 将他护在里面 可笑的是现场的粉丝还没有保安多 而周润发上海参加活动 早上独自一人在上海摊晨跑 不说保安了就是助理都一个没带 遇到粉丝要合影也愉快配合 一点架子都没有 感觉就是一个普通人 张颂文后场区遇到惠英红 就蹲在地上和惠英红聊天 一点明星架子都没有 高亚林后场看到小辈刘浩彤 也是亲切地上前打招呼 即便对方翘着二郎腿也毫不在意 张子怡后场区看到各位前辈 立刻卑躬屈膝上前打招呼 看到李雪剑老师更是一路小跑上前 不过这谦逊低调的样子 也就是在前辈面前才有 面对霓虹结石 他的嘴角就染上一丝不屑了